對啊 我就想說完蛋了 那這一段時間就是他的這樣子 然後就這段時間 這以孩子為重 對 使命是這個人這樣 所以老公就不用了 沒關係 那在戀愛的態度上 妳會選擇哪一個 先認識久一點再交往 感覺對了 馬上處理 先認識再久一點 那個 久一點 因為妳的前任是很快嘛 一個月 很快 沒錯 一個月不到 就像剛剛那個情節是一樣的 就是 這是真的故事 真的故事就是 到後面去 那個也是真實的事情 對 因為有那個蘑菇 然後他真的走了之後 他就真的懷孕了 他們在一起不到一個月 對 然後就發現 我們分手了 但是問題我懷孕了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不要太著急的 就是感覺 覺得對了就趕快交往 還是認識久一點 會比較好的原因呢 因為我之前的男朋友 都是追我很久 我才答應的 然後才會有感情嘛 就是有人真的很愛很愛 然後就是那種 我過的是那種深層遊行的 Makio是因為他 他身邊需要愛他的人 媽媽離開了 對 所以他覺得 好吧 我需要一個男人 也是可以 Give me drive 對 Give me safe 迅速的就結婚了 沒錯 因為第一個是我自己想要的小孩 但是對 對相是隨便都可以 喔 只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那個時候剛好 我的蘑菇真的就是死掉的時候 就他在我旁邊的那一個人 是剛好是他 對 然後就踩在一起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但是能重來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就是要交 就是相處久一點點 久一點 對啊 打電話過去跟他講說 我懷孕了 他傻眼 他沒有 他很淡定 他直接問妳說 誰 是誰的 我才懷疑是誰的 還要想一下 沒有 對啊 我就想說完蛋了 那這一段時間就是他的這樣子 然後就 這段時間 因為前一次才去南魔飛光 對…想說哪一個 好 來 我們來看看第二個選項 如果能重來的話 你會選擇和什麼樣子的人交往 年紀小的小弟弟 年紀大的大哥哥 年紀大的大哥哥 如果要重新可以選的話 對 因為我之前那個就是小我三歲 但是我之前 也還好啊 三歲 三歲其實蠻多的耶 真的喔 我出道到三四五歲之前 都是喜歡大哥哥 一直都是喜歡大哥哥 年紀平大還行 對 到三四五歲左右 我就覺得弟弟也不錯 因為我覺得弟弟是那種 體力 體力 再加上熱情跟那個浪漫 或者是比較衝 後來發現那是都是假的 或者是看連續劇 或者是電影的台詞 都是短暫的 對 短暫的 對 沒錯 但是我還是就後來 就想想想想想想 就是要堅持不了久 對 但是我後來還是覺得說 年紀大的比較好 所以我之後還是會選年紀大的 金錢方便 我們的蘑菇是往生的 真的耶 對耶 真的耶 沒有啦 他就準備等一下 馬上就要演的下一段戲 還有下一段 對 最後一個離婚的 心水小偷找到了 找到 對 想什麼都不出聲音 大哥哥還是比較有經驗 因為小弟弟會覺得說 很小的事情就會覺得 蛤 這樣子喔 蛤 這樣子喔 沒有設計的 就是憲哥講那句 青春無敵但經驗無家 沒錯 如果能重來 面對問題的時候 你會選擇 即使有衝突也要溝通磨合 還是為愛改變自己 溝通 溝通 還是要溝通 要溝通 因為我之前失敗的一個地方 就是為了他而改變自己的個性 因為我之前的個性是比較直接 然後可以衝突都沒有關係 可是這一個人就是完全就像 剛剛漢點消失那麼久 一樣的感覺 找不到 找不到人 對 叫蘑菇在哪裡 很糟糕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婚姻這個東西很多人都是忍耐 你改變了自己之後 你會越來越不快樂 我會覺得說一直受委屈 或者是受 就是那些假如不接電話 一直要忍耐這個 你跟你溝通是極端困難的 真的嗎 對 難怪他會消失 因為沒辦法勾湯 Makio從小我就認識他 出道第一天 幾十年過去 他沒有改變 他一樣是那個Makio 內心世界 只是現在變成有小孩 他有他新的人生 你必須改變你自己 才有機會改變你自己的人生 對 我覺得真的是有小孩 我就會覺得說 因為人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會出生在這個地球上 為什麼會過這種人生 可是我有了小孩之後 我就看著他就覺得說 我是因為要生了你 我才來到這個地球 感覺 對 就變成以孩子為重 對 使命是這個 所以老公就不用了 沒關係 OK 好